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組攻略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次聊的 摩卡壺 其實摩卡壺是一個算是蠻便利的一個設備 那尤其在歐洲可能他們的摩卡壺使用率是非常的悠久 甚至於可能在歐洲的家庭裡面 幾乎每一家店都有摩卡壺 他們的使用率比台灣的手沖高得非常的多 那摩卡壺其實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器材 但是可能大家對摩卡壺的資訊了解比較少 所以今天學長提供摩卡壺的六個訣竅 來讓大家在上手摩卡壺的時候 能夠一次就把摩卡壺的好喝風味一次搞定 那我們可以先簡單看一下摩卡壺 像摩卡壺這是很基本款的摩卡壺 它下面有一個底座 然後底座裡面有一個粉盒 然後水加到我們的底座裡面 粉盒裡面三碗粉 然後加熱基本上等到壓力夠的情況之下 水就會 咖啡就會從底座往上推 經過粉盒以後 然後會從我們的上壺這邊噴出來以後 就OK了 其實摩卡壺的邏輯就這麼簡單 但是因為摩卡壺它是有一點壓力的 它壓力其實沒有很大 不會像義式咖啡機 九個大漆壓這麼大 它大概是三個大漆壓到四個大漆壓之間 所以我們不要把它當作義式咖啡機來使用 它所使用的研磨度就會 介於可能手沖和義式機中間 OK 好 基本的概念 弄清楚以後 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到底我們怎麼玩摩卡壺 首先第一點是因為 摩卡壺它其實沒辦法控制水溫的 所以一般來說會建議大家的豆子烘焙度 其實用比較中焙或是甚至淺焙的豆子 你喝起來它的風味上面會比較OK 尤其對於中深焙來說 你可能喝起來會覺得苦澀味會比較重一點點 最建議的就是 用你平常手沖的中焙或淺焙的豆子 其實可以做出一些你手沖不一樣的味道 這點其實對於手沖玩家來說是比較迷人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系統來測測看你原本的豆子 第二點就是學長建議的就是 關於你用的粉量 因為其實很多人有問學長說 我的摩卡壺到底要用多少粉量 那摩卡壺其實它跟一般的手沖的觀念上面的 關於人份 就是比如說三人份五人份的定義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濃度比較濃 所以它的一人份其實跟手沖比較起來 它的C數其實是很小的 我們要用它的粉盒直接來測試 它的使用的克數 所以學長學長這一個摩卡壺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確定它的克數呢 其實就很簡單 好 就直接在我們的粉盒裡面呢 然後倒一點豆子 像我這個是極淺焙的翡翠莊園的豆子 那就特別適合摩卡壺 直接用你這個粉盒來裝豆子 裝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大概是剛剛好平 好這樣子 少一點點 跟你的粉盒呢 差不多 拉平的情況之下就可以了 這樣子呢 一般來說你的粉量是最適合的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進行研磨 那研磨的部分呢 是大家也最常疑慮的 到底摩卡壺不要用多細多粗 那學長建議大家 我剛開始的時候一定要麻煩一點點 因為呢 煤太磨豆機 它的食用研磨度不一樣嘛 剛開始你可以從 比較比手沖細一些 譬如說你原本的是 手沖可能是4 你可能可以從2.5 或是從2開始4 慢慢往下推 不要一口氣用最細的 因為其實摩卡壺呢 它不需要用到那麼細 當你用到最細的時候 很容易有苦澀味 或是說你從比較細開始測試 但是發覺就用苦澀味的時候 在往粗的地方測試 原則上就是 你喝起來可以濃郁 但是不能有苦味 也不能有澀味 這是基本的條件 測到一個OK的程度的時候 以後你就不用調整了 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今天先用純線磨豆機 我先用4來做測試 好 粉量就這麼多 然後我們來研磨 OK 那我們研磨完以後 我們就來布粉 好 剛剛可以先放在你下座上面 好 然後呢 咖啡粉慢慢的把它布進去 你可以使用小湯匙 或是小拌棒等等等等 讓你方便就好了 那布進去的時候 因為你剛剛測的粉量 盡量讓它全部都進去 所以在過程之中 如果覺得粉有點多的話 輕輕敲你的濾氣 讓它往下垂直落粉 就可以讓裡面粉層的密度 比較均勻一點 OK OK 好 我們來試一下 剛開始就慢慢布 用湯匙也可以 用小湯匙其實也不錯 然後用豆匙其實也可以 反正你就放便 自己放便就好了 好 好 然後呢 差不多有一點量了 稍微 輕輕拍一下 讓它自由落粉 好 稍微敲一下 可以看到 我的空間就會出來了 好 然後呢 繼續 把剩下的粉都布進去 這個步驟很重要 盡量讓你的粉 都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測過粉 它的是可以裝這麼多的粉量 好 都盡量讓它放進去 好 輕輕地敲 一點點掉出來也無所謂啦 OK 好 差不多了齁 我們差不多 所有粉都進去了 那一樣 稍微推一下齁 一樣讓我的粉 輕輕敲它 好 大部分的粉都進去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用你的手指 或是用湯匙都可以啦 然後讓我的粉 均勻的 鋪平 然後這個步驟呢 大家也不用太強迫症齁 就均勻就好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經過推 輕敲了啦 所以我的粉呢 它的部分狀態呢 應該是 基本上會比較平均一點點 OK 這樣就可以了齁 那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輕壓它 我個人是不建議大家輕壓啦 因為輕壓的這個過程呢 一不小心呢 譬如說你布粉的時候 如果沒有很均勻的話 你輕壓反而會容易造成 整體的密度過高齁 所以你待會在那個 在煮水的時候容易破粉齁 所以容易讓你特別苦澀 OK 好 那布粉這樣就算很完整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所有的粉呢 都可以很輕鬆的 就吃到所有的粉杯裡面 也不會太高太低齁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進行下來步驟了齁 那第四個訣竅呢 就是關於你要不要放濾紙的部分齁 像這個呢 是學長剛剛自己用濾紙剪的齁 就是我們一般的手沖濾紙 對不對 手沖濾紙 當然你也可以買市面上有販售的 叫做 顏型濾紙 或叫做圓型濾紙 有好幾種尺寸 那你可以根據你需要的尺寸 來購買 或是說如果你覺得 欸不太需要齁 你可以自己用濾紙剪一剪 其實就是跟這個 呃你的濾杯的大小 差不多就可以了 讓它在上座跟濾杯的中間 稍微把粉層細粉擋住而已齁 所以你說尺寸大一點點 差一點點 或者是說它的形狀不完美 其實都不影響到你的使用 那有放濾紙跟沒放濾紙的最大差別在的是 如果你沒放濾紙的話呢 摩卡古還是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細粉 喝起來會比較濁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比較喜歡喝手沖那種 清澈的口感的人來說呢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不習慣 那這個就是看個人 那有放濾紙呢 就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齁 你放上去 OK 沒關係 有蓋住你的粉層就可以了 接下來第五個部分呢 就關於給水還有控溫的部分 那 剛開始呢 我建議大家其實 可以不用這麼麻煩 就是如果你有熱水的話 就直接用熱水齁 用80、90、100度 其實都影響不大 那這樣可以減少你的沖煮的時間 OK 但是呢 不要忘記齁 你在沖煮之前一定要用一個抹布齁 就放在你的底座上面 要不然你大概底座會很燙齁 OK 然後呢 加熱水 熱水加到什麼程度呢 摩卡葡底座下面都有一個卸壓法 看到嗎 一個金黃色像是螺絲一樣的位置齁 這個 像金黃色像螺絲一樣的 這個呢 卸壓法呢其實就 可以 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界線齁 不要超過它 我建議呢 就是剛好碰到它就好了齁 但是不要超過它 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位置齁 這也是個安全開關啦 OK 好 像我這樣 差不多跟我的卸壓法的高度差不多了齁 沒有碰到最底下 這邊裡面有一個卸壓法齁 那就是安全的 然後呢把你的 放上去 可以看到濾杯 然後濾紙 然後裡面是熱水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把摩卡葡呢 轉上去了齁 轉的時候要注意齁 因為呢它會燙 所以呢一定用濾布 又用抹布 稍微浮一下 當然如果你下面是用冷水的話 你就不用了齁 但是我比較習慣用熱水齁 它的煮的時間會轉蠻多的 OK 好 稍微這樣轉一下齁 不會鬆鬆就可以齁 不用轉到死 好 那這個時候呢就可以開火了 那剛開始呢 火力可以開到最大沒關係齁 因為 其實它需要一點時間去增加它的壓力 好 它才會穿過粉塵 然後達到萃取的效果 但是呢 呃我們剛開始可以開蓋子啦 因為呢你等到它 呃待會開始噴水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火關小一點點齁 不用開到最大了 因為 當它壓力已經累積得差不多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你把火開到最大的話呢 它可能裡面壓力會過大 過大的情況之下呢 它會更快速的穿過你的粉塵 甚至於會把你的粉塵呢 沖散 導致於你的萃取狀況 不再不均勻啦 尤其是粉塵事實上來說呢 它的密度呢 其實 你 沒辦法百分之百確保說它的密度都是 呃均勻的 所以呢 不要讓你的壓力過分大 是可以減少你的 我們叫做通道效益那樣 什麼叫通道效益 其實就是說 減少你部分的粉塵 它可能比較鬆 會穿過太多的水 比較緊的粉塵呢 那 水會比較穿不過去齁 所以它就萃取不到 所以我是不鼓勵大家用 過分細的研磨度齁 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也不用 用過分大的火齁 就當它開始 噴水的時候呢 就把火稍微調小一點點 讓它可以維持正常的噴水速度就好了齁 所以我喜歡的摩卡紅呢 事實上來說它不會那麼快速 一下子就把水噴完 而是說 欸它會有一個慢慢的 但是它是一個規律的齁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做起來 摩卡紅特別的好喝 也比較有細節 也比較不容易 有過酸或者是 有虎色味的現象齁 這個是大家特別可以注意一下 稍微專注仔細一下呢 對於你的整體充足來說呢 一定會有幫助的齁 所以這個 欸好 現在水開始出來對不對 稍微把火關小一點點齁 一半左右的溫度 然後這個速度就很好 可以看到齁 它噴出來的速度呢 是有規律的 但是不會非常非常的快 也不會狂噴齁 然後呢 我們大概觀察到 大概摩卡紅的一半左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關掉 把火整個關掉 利用餘溫就好了齁 OK 現在速度非常的好齁 可以看到它一點點的泡泡齁 代表說我們的研磨度 跟我們的填壓 還有部分 以及 它的我們的火力大小呢 都是非常均勻的狀態齁 所以就會有出現這樣的狀態齁 欸可以 差不多一半左右 可以看到它噴的速度變快的時候呢 可以把火準備關掉了齁 好 我們再多一點點 好 關掉 這時候關火呢 我們用餘溫就可以了齁 會發覺說 它的噴的速度變得比較快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火關掉了齁 減少 因為我的火力太大 導致於它的 它的穿過你的粉塵的狀況 可以看到現在齁 火力關掉了齁 我已經整個關火了 但是因為 我的檯面還有一點點餘熱齁 然後摩卡圖的 它的底座呢 它還有一點熱度 所以呢它現在的水呢 是慢慢的出來 那這樣子可以減少你尾韻的部分會 那時候水已經比較少了 然後你粉已經吃飽了水了 可以避免這個時候呢 它 快 太快的穿過你的粉塵 OK 好 可以聽到齁 到後半部的時候 因為你的水已經快要沖完了齁 所以它會出現 波羅波羅的聲音 這其實就是代表說 你的水已經快要完了 這時候你就已經快要結束了 然後可以稍微再等一下一下 等它全部 的水都噴完了 就完成了 好 差不多了齁 這個時候已經噴不出水了齁 我們就可以關起來 然後呢 這時候你的魔法庫就完成了 但是呢 你不要急著說 那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喝了呢 因為最後我們還要 好 OK 下來了 好 最後呢我們還要注意一個步驟 就是關於你的魔法庫的濃度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狀態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實質上 魔法庫的濃度 跟我們台灣人比較習慣的濃度呢 是 沒有非常匹配的齁 魔法庫本身是比較濃的 所以如果你直接拿魔法庫來喝的話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有可能 或是說很大氣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過濃 所以我建議呢 事實上來說 濃度 我們不要遷就魔法庫 我們可以自己藉由補水的方式去做調節 那調節到你最喜歡的濃度的時候 再來喝呢 其實是比較適合的齁 所以呢 建議大家齁 剛開始的時候魔法庫都可以 先倒出來齁 先倒出來 可以看到齁 其實濃度是很濃的 好我們用 不少的咖啡粉齁 可能18克到20克的咖啡粉 但是呢 我最終得到的水量了100多而已齁 換句話說呢 這比我們平常的手沖濃上許多啦 OK齁 所以如果你單喝這個的話 可能剛開始會有點受不了 先喝喝看好了齁 好喝 沒有苦澀味 那如果有苦澀味的話 特別注意齁 如果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但是你去發覺有苦澀味的話 一定要 把研磨度再調出齁 因為苦澀味其實呢 跟你的濃度本身沒有太大關係 那是因為你的摩卡湖 它本身的 它的壓力 如果你的苦澀味出來 代表說 你的粉塵還是過分細 導致於說 它浸泡的過程會太久 那接下來呢 就是OK 發覺說 如果你測到 已經沒有苦味的時候 就加水 加到你覺得可以喝的標準齁 那你可以稍微用磅秤來量一下齁 你之後就不用一直測試 OK 好 那我先加大概一半的水 好 我們來試一下 嗯 滿好喝的齁 已經把 我這次用的是 翡翠莊圓的液劑 已經把 翡翠莊圓液劑的 果酸跟甜味都拉出來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再 加一點點水齁 好 我們再加一點水 嗯 這個分水餅呢 可能是我平常手中 大概1比13左右 我覺得非常的好喝 而且 又有 摩卡壺的特色 像剛剛 剛煮好的摩卡壺 濃度很高 你是不是可以拿來加牛奶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因為它會比你的手沖 來得更香濃一點點 所以你加牛奶呢 是可以對得上的 遵照以上6個手法 基本上呢 你的摩卡壺都可以很好喝 也可以展現你豆子的程序特色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沖煮功練 就到這邊為止了喔 好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OK 為止 携